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我省积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预计上半年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0.6% 这里是江苏赛福碳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该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火车轮轴碳汉设备 已经进入实际的生产安装阶段 渴望于本月底下迁 赛福碳汉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碳汉机 铁路专用磁本碳汉机的企业 将于本月底下线的火车轮轴碳汉设备 将彻底打破国外同类产品垄断的市场格局 以前我们国家都是依赖进口的 进口的价值一套大概在800多万 而且我们现在开发原制的产品 功能跟国外是一样的 但是从成本价格来说 我们把它控制在300万以内 在淮安洪泽经济开发区 国旅高科项目一期工程 正在安装调试中 这个占地超过1000亩 总投资30亿元的项目 主要研发生产高精度高强度 合金铝板带深加工产品 可广泛应用于飞机动车船舶的制造 2010年我省确定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今年6月又出台了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方案 预计上半年我省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0.6% 其中新医药产业增长23.8% 新材料产业增长27% 节能环保产业增长25.5% 软件产业增长32% 预计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1500亿元 占工业比重达到36.4% 比去年底提高1.15个百分点 在我们内需乏力 然后外贸出口压力很大 这种情况下我们江苏经济增长达到10% 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作用公布口墨 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我们江苏经济比重25%左右 而我们全部战略性新兴产业 它的增速都在20%以上 所以在整体上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经济增长 今天